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马齿剑为什么说的好 就是说它不是说就一点或者就好吃或者是就能解毒 其实有很多的作用都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 其实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作用 比如说我们把它煮成水 对起肺子对一些透枕就是出枕子出不来 都可以用它去洗 而且有一些的老人的身上的那种皮肤的烧痒 都可以用这个拿去线水 可以去洗 有一些像角气的起氧无比的也可以去 因为它有一种消毒的 比如说张老师现在这个女性多爱美 脸上长那个青春豆磋磋 这也能用这个吗 对也可以 但是这个呢就是一般对什么样的呢 对那种已经有了那种小小的白头了 有的时候叫浓头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还有呢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 他是应该说自身免疫性的病 他的整个手啊就是已经烂的 就是那种脱皮裂口 有的那个小水泡 其实他自己也很痛苦 他自己也很痒 有的时候也不敢碰一点凉的热的 他的手都疼 后来就用麻死剑来开始洗 麻死剑的水外用去洗 当特别厉害的时候 他就把麻死剑洗净 然后把它捣碎 就把它敷上 两天 他那个手就不那么脱皮 不那么烂烂乎乎的了 他用了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 他这个手现在就很好 一定要发给身边的每一个朋友看看 点个赞 再分享出去吗 爱你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